韩国女星影恩惠去年参与中国节目女神新装 不过她在节目中所设计的衣服被指抄袭了韩国及其他品牌设计师的作品 但她一直否愿抄袭令她的元气在韩国不断的下滑 而近日没有出色作品的她在中国的人气也大不如前 影恩惠因为抄袭事件去年起刻意的减少公开活动 不过近日她开始现身品牌活动应该是想重新的开展工作计划 据悉她将在11月在泰国曼谷的寒流商场开设咖啡店 该店更将会用影恩惠的名字和照片做卖点 虽然影恩惠没有直接参与咖啡店的运营 但对于运营咖啡店方面提出了大部分的意见 而影恩惠2007年与孔流拍摄的人气剧咖啡王子 在当地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相信咖啡店在当地仍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知道影恩惠能否因为这家咖啡店 为自己的事业重新开始卖出成功的第一步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